富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爱玲 日前发起了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而现在好几个反核团体认为 爸爸平常为家人辛苦的付出 却不常表达情感 所以特别选在父亲节的这一天 组成了爸爸飞核阵线 不少艺文界的人士都跳出来支持 歌声中好几个环保反核团体 选在父亲节这天组成爸爸反核阵线 打算号召全国各地的爸爸一起站出来 为子女打造飞核家园 爸爸毕竟对于一个情感的表露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爸爸其实肩上承担着 就是一个家庭的责任 维系一个家庭的责任 维系一个孩子安全成长的一个责任 我们希望让这样的一个责任 这样的一个承诺 能够在这股飞核的力量中 不要缺席展现出来 要建核四 特别在这个地震带 断层带 谁可以保证这个核电厂不会发生危险 谁可以保证 连上帝都不敢保证 担心核电厂不安全 更怕福岛核灾在台湾重演 旅日作家刘璃儿也和老公王明婉连媚出席 展现爸妈共同捍卫下一代的力量 艺文界人士不管是否以为人父 也特别献身支持 虽然说我还没有当父亲 那我将来是一定会生小孩的 那我可以不为了我自己 但为了我的下一代 我希望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必须要 必须要站出来反核这样子 自从我当爸爸之后 我认为我们就是不应该给小孩子 他们不想要的未来 如果一意孤行的话 我想这件事情人民也是管定了 和女儿打勾勾承诺给孩子安全的未来 爸爸飞河阵线将开着胖卡改装的宣传车 全台跑透透 宣扬飞河家园的理念 希望能召集更多的爸爸们 为了下一代反核催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